老伴要經營喔 對不對 很多在我這個年紀的 常常跟老伴會怎樣 因為我們會能老色帥 老伴會跟著別人跑喔 要小心喔 都希望我們的人生是可以有老本 又有老伴 對不對 然後呢 老本老伴 就是我們這個本 並不是只有這個錢財上的本 身體的本非常重要 想的很多 做的很少 沒有用 所以要把我們的這個身體的保養 比如說要運動 要幹什麼的 在我們每天的生活裡面 就要什麼 切實地把它實行 那這有時候我也做不大道 我常常有時候 晚上會偷看電視 看太晚 我還是不會真正地去什麼 退休的 我們現在台灣好像 退休年齡是65歲 可是對一個醫生來講 65歲通常是什麼 腦筋 醫術 都還是在電風的時候 所以你說要退休呢 我覺得就有一點什麼 有點可惜啦 其實在50歲的時候 我呢 迷迷糊糊糊 跟人家去溯溪 四個鐘頭這樣溯溪 哇咧 跌倒啦 然後呢 灌水喝水 然後還快要溺水這樣子 我就覺得 哇 很刺激 很冒險這樣 我很喜歡去玩 現在 因為你會發現 在某一個階段底下 其實是比較自由的 比如說像現在 最常去的地方我來講 大概就是日本啦 因為日本吃得比較 我私底下的興趣就是吃美食 常常到某些國家去 常常會忘記那個地方有什麼 可是跟我講那個 有地方什麼好吃的 我就會記得 對啊 我在哪個地方吃什麼 人家下午茶是吃甜點 我的下午茶是吃肉丸 烏米索這些的 但是你會發現 它潛在的熱量是高的 但是它對我來講就是有什麼 心靈的療癒嘛 人生的這個下半場 它有除了我們前面講的一些責任呢 不管是對家庭 對小孩 對這個父母的責任 它可能在某一部分已經做了 至少有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牆了 所以很多東西就會 回歸到自己這個部分 那回歸自己這個部分 不管你是要往外做一個分享 或者是說往內要做一個進修 健康還是一切之本 你要走啊 付出啊 要怎麼樣 他才有辦法持續做下去